接著帶大家來關心政治消息 立法院日前上演表決大戰 沒有想到卻發生了幽靈投票的事件 國民黨立委盧憲一他人明明就在中國 卻參與了投票的這個記錄確實有的 對此立法院長韓國瑜今天也有祭出成出 今天立法院會討論事項之前 韓國瑜先向院會說明 他表示4月12號處理討論事項第一案表決結果 經過查明是因為會場幹事誤認委員 造成誤差如信一的表決卡 由於表決結果和事實不符 第一案會另行處理 誤差表決卡部分將會給予行政處分 韓國瑜指出表決卡發放方式 是由會場幹事幫委員將表決卡插入表決槽 並非是委員領取不存在委員帶領 冒領之事而是工作人員誤差表決卡 有關誤案代案部分將與各黨團總召協商之後 再做處理 韓國瑜也強調 有鑒於因為會場幹事誤差表決卡引發的紛亂 以後表決卡發放原則 必須是委員完成簽到 而且有在會場者 會場幹事才會給予發放 以後若是有任何委員沒有簽到 就無法領取表決卡 盧憲怡昨天受訪時又回應幽靈投票儀式 他說自己是完全不知情 也沒有授權任何人幫他投票 出國是9號去12號的晚上回來 所以這整件事情我是都不知道的 是後來有一個人打電話跟我說 你針對投票行為這件事情做解釋 我只有說我人在國外去所以不知道 所以也沒有授權這件事 因為假設動員收到的時候 我人在那邊也趕不上 所以也不可能有授權的這件事情發生 那委員這個您覺得是不是意思原本也怨錯 您覺得您有長得像其他的委員 有人這樣說啦 可是我這樣仔細看了 像也沒有人長得跟我一樣 而且膚色的那個程度 我也是水於2B級的 所以比較不可能 幽靈投票這件事引發了強烈質疑 不過國民黨立委葉元芝就爆料說 其實當下大家都以為盧憲怡有在現場 而當時要投票的時候 還有人大喊說 盧憲怡你趕快投票啊 可能有人以為盧憲怡只是去上廁所 就幫他答案了 記名表決時間一分鐘 現在開始 葉元芝表示 上禮拜為了把民進黨所提的 覆議案擋下來 因此國民黨團甲級動員 他也是當時才知道 投票時議事人員會提供表決卡 插入才會通電才能按鈕投票 當時的場面非常的混亂 大家都以為盧憲怡有在 議事人員就把表決卡拿出來 然後又認錯人就插卡了 後來看到盧憲怡沒有投票 可能有人以為盧憲怡去上廁所 就幫盧憲怡按了投票 轉換焦點來看今天準行政院長 卓榮泰公布了第三波的內閣人士 揭曉六大財經部會的首長人選 而其中呢 現任的數位發展部長唐鳳就確定是出局啦 新的數位部長呢 未來將由中研院資訊創新科技研究中心的主任 黃雁南來接掌 數位發展部黃雁南 黃部長 黃部長現任中研院資安中心專題執行長 以及特聘的研究員 他具備有資安 通信跟AI三項專長 這都是數位發展部所要具備的集戰力 他也曾經在行政院的數位匯流辦公室 跟科技匯報辦公室服務過 產官學員之力都非常的傑出 我期盼黃部長能夠站在守護資安的第一線 推動企業數位轉型的第一線 建構數位公共建設的第一線 強化防障以及隱私的保障 在今日出席第三場內閣人士發布會 公布了經濟部、數發部、國發會、國科會、 金管會、工程會等六大財經部會首長的名單 其中現任數位發展部長唐鳳確定出局 改由台灣資通訊領域的頂尖專家 中研院資訊創新科技研究中心主任黃雁南接掌 今天內閣六位部會首長名單出爐 現在就帶大家來了解這六位的背景到底是什麼呢 首先看到的是準經濟部長郭志輝 他是從越集團的董事長 再來看到的是準述發部長 就是我們剛剛提到的黃雁南 他是中研院資訊中心的主任 再來看到的是準國發會主委是劉敬青 他是資程創新諮詢的前董事長 好 再來看到的是準國科會的主委 他是吳成文 他擔任的是南台科技大學的校長 再來看到的是準經管會主委是彭金龍 他是政大保險系的教授 以及準工程會主委陳經德 他是宜蘭縣前代理縣長 這就是今天主任他還內閣公布的第三波人事 好 接著帶大家來關心是跟大家習習相關的食案問題 台中知名頂級燒肉名店和牛Emperor 單人套餐非常的昂貴 一個人就要將近4000元左右 沒有想到最近被查出使用大量的過期食材 除了牛肉過期之外 還查到醬料冷麵等等也都過期 對此台中市衛生局表示 店家從今天開始勒令停業 並且重罰144萬元 台中頂級日本和牛燒肉店用過期牛肉 衛生局查連醬料也出包 會在台中市西屯區 號稱日本師傅開設 從日本整組班來頂級和牛燒肉的名店 和牛Emperor遭爆料使用過期食材 恐讓不少消費者吃下肚 台中市食安處接貨通報前往稽查 果然在現場查獲過期肉品 且除了牛肉之外 還查到醬料 冷麵等過期食品 已立即進行封存 和牛Emperor不僅被查出使用大量過期的食材 負責人更別爆出曾經涉入大型非法博弈案 賭資更是高達1800億台幣 對此警方偵查之後也有作出回應 警方表示其中一人掛名為負責人 實際上一起經營店面 還一起經營社群平台 沒有想到現在被爆出2022年台中七期商辦大樓 爭辦的一起賭博案件 該集團主賢為一名版本男子 旗下高達40多名的幹部員工 利用氏族期間在網路架設賭博網站 吸引大量的賭客下注 警方當時清查賭資高達1800億台幣 該案的版本男就是兄弟倆的其中一人 不過根據聯合報的報導 台中警方追查之後表示 賭博案被告和此次和牛燒肉店的負責人為同名同姓 但是否為同一人 檢警尚未證實